音樂音樂 付елоани 歡迎回來 匹按樂壇的時間 我今天的節目拍檔 除了d Auntie 大莎莎 還有小莎莎 糟了 一拼了小莎莎的就覺得大莎莎很骯髒 好了 我拿去小莎莎 Anyway 今天就是要繼續說我的西油肌特備系列 上星期就說了 糟了 我上星期說了什麼 我上星期說了The Monkey King那部卡通片 哎呀 但上星期的標數有點差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對這個卡通片好沒有興趣 但今天我就說了一部韓劇 但其實它也有一點舊的 但我想好像應該沒有人說過 因為這個韓劇我也是今年年初的時候 才在Netflix那邊看一看一看 然後看的 如果你們有聽到這個節目的話 應該在Hon & Wake 3、4月的時候 然後我說我有一部劇想說 但是我還沒看完 但是說一說一說一說 然後我就沒有說 因為後來 問題是後來我覺得 劇的最拉美的幾集有一點慢 然後我就沒什麼心機 然後又有其他東西看 然後我就 我經常都是這樣的 我經常的劇 開了個頭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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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的 這個當然是符合我的西遊記主題 這套韓劇是17年尾到18年頭在韓國播映的一套韓劇叫做花遊記 而現在網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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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 一開始的時候,它又是現代版的西遊記的後續故事? 又不是,它又不算是後續故事 因為它是現代版的西遊記 但它又不是說西遊記的故事 當然就是西遊記裡面的其他角色 例如《牛魔王》、《豬八戒》、《唐三壯》、《沙僧》等 我先不斷說說故事 結論說起,其實它不是不好看的 只不過是那種比較傳統的韓劇節奏 有一點慢 因為這兩年來的韓劇節奏已經推得很快 但這一套是比較的 因為它是20集的 然後每一集都過幾小時 最初覺得劇情推進不是那麼慢 在中、後段就開始有一點慢 但是如果是看韓劇的人 應該不會覺得它很慢 只不過我不是一個看韓劇的人 我每次看韓劇都很多位置 有點想飛 因為我很不喜歡 我尤其不喜歡浪費很多時間 這套也有很多的 因為它是傳統韓國電視台拍的一套電視劇 它不是Netflix拍的 因為Netflix拍的就快很多 但我先說了故事 故事就是一開始 有個小女孩 她是很容易看到鬼 她經常看到鬼 然後她的媽媽?婆婆? 她的媽媽就有把傘給她 有些符在那裡 就可以阻擋鬼 她一直都會看到鬼 但有一天她就在路上 但因為她經常看到鬼 然後她就好像很奇怪 因為其他小朋友看不到 然後她是一個被孤立的小朋友 因為她會經常做出一些怪異的行為 然後其他小朋友就不喜歡她 然後她就自己一個人在路上走 然後遇到一個人 然後那個人就跟她說 我需要你幫我拿回我的東西 那就是要她去拿 然後她就叫她去一個地方 去拿一把扇 總之要拿一把扇 但是她就說 你拿那樣東西之外 你就不要碰任何東西了 不可以碰任何東西 好像阿拉丁 阿拉丁的故事 都是說你不可以碰任何東西 就是你進去拿 但是你不可以碰任何東西 然後她就叫她見到什麼東西 都不要理 看到什麼人都不要理 你只拿了出來就行了 那小女兒就進去那間屋 那間屋裡面 她就遇到一個男人 那個男人就是孫悟空 但是孫悟空就叫她 那間屋裡就是五指山 就是困住孫悟空在裡面的五指山 但是孫悟空就弄了小女兒去放她出來 然後跟小女兒說 如果你以後有什麼需要你 你害怕或者需要保護的時候 你叫我的名字 我就會出現來救你 這樣子 那就騙了小女兒去放她出去 放了她出去之後 她就 她就屎鬼計 用她魔法去令小女兒 不記得了她 不記得了這件事 不記得了她的名字 然後 在隔了25年之後 對 25年之後 然後 再重遇 然後重遇的時候 就說 原來 原來 就說那個女兒有陣很香的花香味 原來就說她其實就是這個唐三藏的轉世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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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傳統的 知道這個西遊記裡面 那些 所有的妖怪都會想吃唐僧肉 這樣就可以 可以得到一個強勁的威力 這樣 所以 大家都想吃她 這樣 就包括孫悟空也想吃她 這樣 這樣 然後 這個時候 牛魔王 就嘗試保護那個女孩 錯錯 牛魔王 就是 她是為了 牛魔王 就是我們知道那個傳統的故事裡面 她的 老婆是鐵線公主 也有這個角色 那就是 原來是鐵線公主殺了自己的小朋友 即是她和牛魔王的兒子 然後 就 不是 就說她殺了很多小朋友 不是殺了她自己的小朋友 殺了很多小朋友 然後 就 犯下一個韜天罪過 然後 就要生生細細地被貶落凡間 然後要生生細細地受苦 但是牛魔王 不是神仙 原本 那個鐵線公主 原本是神仙 但是牛魔王 不是神仙 那 牛魔王 就想要去 儲那些 她就要 儲積分 這樣 她就要去消滅一些惡鬼 然後就會得到一些 credit 然後 還有 會化解一些怨靈 然後吸收一些真氣 然後 然後 她會如何化解一些怨靈 就是 打死一些 打到一些惡鬼煙燒混散 然後還有要吸收這個真氣 真氣就是由 因為 牛魔王就是operate一間娛樂公司 所以 她的藝人 就是 她的藝人 有人喜歡她 會有些人氣 拍手 那些 她的歡呼 那些都會變成真氣 所以 牛魔王就是經營一間這樣的公司 然後 她就 要 去儲這些分 她就要 希望成為神仙 然後 可以升仙 然後 就可以救她的老婆 就是這樣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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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 因為牛魔王就要 討好天庭 這樣 所以 就要保護那個女生 就不要被 那個女生就叫陳善美 就要被陳善美 又或者叫她三藏 因為她是唐三藏的 化身 轉世 所以 牛魔王就要保護她 因為她要討好天庭 讓她可以 成為神仙 所以 她一直都不讓 孫悟空吃了唐三藏 但是 其實 孫悟空是不可以吃到那個女生 因為 他們 當年 她 她還是小女 就是 三藏還是小女 的時候 答應了要保護 孫悟空答應了要保護她 只不過 她令到 三藏 不記得她的名字 讓她召喚不到她 這樣 然後 然後 但是 雖然她吃不到 但是她每天都在 嘗試找機會 可以讓她 可以吃到 然後 然後 她 為了保護 三藏 牛魔王 就帶了她 去一個 很有趣的店 然後有很多 寶物買的店 然後 這個部分 就像Harry Potter 那樣 Harry Potter 裡面 有很多神奇的法寶 有水光 可以看到未來 諸如此類 然後有些奇怪的 會說話的植物 哈哈 真的很Harry Potter 這個部分 然後 在那間店裡 買了一個金剛褲 去 枯著孫悟空 但是 這個就說 這是一個新科技 新版的金剛褲 這個金剛褲 不是枯在頭上 是一個手額 枯在手上 然後 牛魔王 就要三藏 去 弄孫悟空 等到她 帶了那個手額 然後 那個 手額 就會令到 孫悟空 喜歡了她 還有 如果 當三藏 有危險的時候 那個 他的手 其實是 枯住了他的心臟 假如三藏 有危險的時候 他那個金剛褲就會發生作用 接著 就會捏住他的心臟 然後他們會心痛 這樣 接著 他就 因為那個 金剛褲 就喜歡了三藏 這樣 這樣 接著 對 他們就 開始 周圍去 殺 惡鬼 這樣 就是 一來 一來 因為 三藏 又或者 陳善美 他 是經營著 一間地產公司 而 那間地產公司 就是專門做 那些空宅 那些 因為他就會去那裡 叫做 勸些 惡靈走 笑 免惡靈 這樣 那樣 他就是 用他自己的專長 去見到那些東西 然後 他就會去那些地方 去除零 然後 去做 地產的生意 然後 因為他也是一個善良的人 所以 周圍都會去除 那些 妖魔鬼怪 那樣 去到 這個 叫做 有一個introduction 之後 然後 中段 就有些 類似一個單元 每一集都會有一些 不同的 惡鬼 被他們去收拾 類似 類似 然後 然後 去到一集 其實 因為他裡面 也有很多不同的 挺有趣的 角色 有些 其實 他很多 因為他都 有整二十集 他都把那個世界觀發得很大 有很多條故事線 同時進行 但是 其實 全部的故事線 又可以聚在一起 可以結合得很 結合 還有 三藏 或者陳時美 其實 他都 漸漸地 喜歡了孫悟空 那 但是 然後 因為他的血 他是唐三藏 有些神奇功效 那 他的血 總之 有一次 有一個女生 我們 初初不知道他是甚麼人 有一個女生 被人 謀殺了 其實 他不是被謀殺 他是不小心被人撞到 但是 總之 就被人殺了 然後被人處理屍體 但是 誰知道 唐三藏的血 就 飛了 總之 善美 或者三藏 就不可以流血 因為一流血 就會引起那些惡鬼 但是 總之 他的血 有一天 就 飛了 被殺死的女生 屍體 然後 這個女生 就 回生 其實 他也是 之後 會成為另一個 主要人物 因為 然後 為什麼 他們會遇見 就是 說 為什麼 孫悟空和三藏 會遇到 因為 接下來 會有 世界會會有一個大大大災難 跟著 就是要靠他們 她最 gluten 而《大災難》是另一堆角色 有一個所謂的教授 他是一個超級壞的壞人 他很想掌權 想統治韓國甚至統治世界 因為他是一個很壞的人 他本來是有錢人 一大企業 他有一塊地發展的時候 他建了一棵古老的古樹 因為他很壞 他就喚醒了一個古代的巫女 這個巫女可以召喚一條龍 而這條龍 召喚了一條龍 就可以毀滅世界 或者統治世界 這個很壞的政治家 就和這個巫女 但是這個巫女 他醒了之後 他是附身到死了那個女生 這整件事很複雜 因為20集很難很輕易 和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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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 然後就很難一次過這樣輕易簡單地說到那個故事 然後 然後 因為 又是有關係 因為那個死了那個女生 即是他回生的時候 他要在一個很冷的地方 否則他就會腐爛 而且 要牛魔王有送一些真氣給他 以及豬八戒有送一些真氣給他 因為豬八戒就是牛魔王旗下的一個明星 他自己也有很多真氣 他就會送一些真氣給死了的女生 但是那個女生就被那個巫女附了身 然後就是豬八戒發現了為什麼他不同了 因為豬八戒和那個死了的女生其實就是互相喜歡大家 雖然他們就以兄妹相稱 但是他們是互相喜歡大家的 那 Anyway 然後 然後 就去到一個叫做故事的 比較高潮的位置 最後那幾罩就是圍繞著這個比較大的一個災難 就是 為什麼孫悟空活和同行三藏 或者三藏為什麼會轉世在這個時間 就是孫悟空需要 犧牲了三藏 好像一個祭品一樣 去殺死那條龍 然後就有幾集的時間 就是不斷嘗試去go around這件事 就是怎樣可以不犧牲三藏呢 因為孫悟空已經是愛上了三藏 那 終於到最後呢 嗯 我不說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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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結局出來 但是後來就是三藏是犧牲了的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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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不說那個結局出來呢 但是呢 他犧牲了之後 但是在最後最後最後那一集呢 他沒有一個完全很大團圓結局的那種大團圓結局 但是 他是imply了有一個好的結局的 我覺得這套劇 那個故事就類似是這樣的 我就免得 因為我覺得其實也是好看的 就是 我自己個人來說呢 就是我很喜歡那些改編一些傳統的故事 的故事 就是我很喜歡那些改編 例如宗教人物 或者 或者 例如我很喜歡看性歌傳的 又或者一些 改編 童話故事 或者改編 傳統的故事 衍生出來的 一些作品 都是一些我很喜歡看的作品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有趣的 就是這一套是挺有趣的 我覺得挺不錯的 除了我真的那個速度 我覺得就是那個最大的那個 那個分別 就是那個速度 就是那個 那個Netflix 現在那個 那些 那些 那套戲那個 那套戲的流動的速度 現在是 其實真的 會比以前很多 但是 這一套戲就是17年拍的 那樣 就還是 那種很多 flashback的韓劇 就是 他會有很多那些浪漫音樂 又或者拍著那兩個人 很浪漫 對望很久那些 那些 那些 對故事推進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功效 那是令到你進入那個 mood 但是 對於故事推進又沒有太大 太多推進那些 的慢 我是不是很接受的 我想說 三藏 就好像 我 莫莉 那樣 不過現在莫莉都沒有 誰都想吃 莫莉就每次都被人要吃 不是 經常都被人咬 但我很久沒有被人咬 所以已經 過了戲了 因為我寫 我看這套劇的時候 那個主角就好像莫莉那樣 經常被人咬 所以我 在那套劇裡面 那裡有寫 他 那個主角就好像 莫莉那樣 經常被人 不 經常都有人想咬 他 我覺得 還有 真的 我是覺得 韓劇那些演員 我其實覺得 演技來講 我是覺得 最 平的 可能是 角色需要 我覺得 女主角的演技 就有點 平 然後 男主角 就有點醜 但是那個男主角的樣子 真的很像 猴子 所以我覺得 他演書 不兇得我合理 很入形入格 那 真的 每個人的演技都非常好 尤其是有幾個 其實都是一些 側角 算是大配角的 例如 我剛才說 那個 死了那個女生 那個角色 是 是 他最初 回生的時候 就是那個人 那個演員 就是演那個死了的女生 就是演一個很善良的 一個女孩子 然後 然後被那個 巫女上了身 之後 扶了身之後 他真的可以做到 很大的 差別出來 他可以做到 整個戲場都不同了 但是他也不是主角 只不過是一個 大配角 所以我覺得 我其實看韓劇 我自己個人來說 我最享受的 就是看他們的演技 通常都不會很得欲 那我就不會看得很不舒服 嗯 是啊 好像我上幾 前個星期 我說那個 那套 那套 那套劇 那套劇 那年升下的時候 其實我到現在都 我終於 我現在是 因為我太忙了 我很多集都還沒看 我天天上Facebook 要小心避開 不要被人劇頭到 就是 我覺得那些演技差的時候 都真的看得很不舒服 嗯 所以我覺得 韓劇令我最舒服 就是因為 全部人的演技都很好 連那些Sidecast的演技都很好 但是令我不舒服的呢 就是真的慢 太多Flashback 太多懶 是 很有MOOD 然後 是的 很多 定鏡在一個位置 然後拖很久 那樣 那 我覺得不符合潮流 就是 就是 現在 大家看的事情 都看得很急速的 世代的時候 那我就覺得 因為我其實 我也算是一個 挺有耐性的人 就是 我很少說覺得 那些節奏太慢 就是 我覺得 節奏慢不慢 是剪出來的 那你的故事 只要有推進那一個節奏 就好像不慢 那我就覺得韓劇是偏向 或者這種比較傳統的韓劇 不是Netflix 新拍的那些 就是 電視台拍的那些韓劇 就 比較 在那些方面做過節奏 做得慢 不過那個我想可能也是一個特色 因為它很多 那些很慢的Flashback 或者那些音樂 其實那些就是為了令你進入那個MOOD 但是我覺得是有趣的 還有那個故事真的很完整 就是不會 它開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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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線出來 其實就是我很多 很多人物我都沒有提 我剛剛說的時候都沒有提起的 那 它開了很多支線出來 但是全部都是 完結的時候都完結得非常工整 那我就是 挺欣賞的 那 那 其實現在不知道我下個星期 講不講得一次 看完另外那套 就是我第三套 我想說這個西遊記系列的第三套 那我盡量盡快看 那 那 是的 但是 好了這個西遊記系列的 西遊記系列的第二套 就講到這裡了 我稍後回來就再 講一點點火金箭 回來 好了 真是不好意思 我今天這一節可能會做得比 平時短一點 因為 我想說 現在的時間是星期五的 下午六點 我是 還沒洗澡 還沒睡覺 然後今晚要拍劇 然後因為 因為 太忙了 但首先我真的要非常 我不知道有沒有 課金 那是課金給我的禁注 在這裡了 首先要非常非常非常感激 大家的支持 令到我的 台灣旅遊節目的盤口可以達成 這個是 我真的非常喜出望外 因為 淡仔是很有信心的 因為我那天 我開盤口之前那天 開 即是開台灣盤口之前 那天開那個攀石盤口 是 暫時就沒有反應的 但因為我還沒做節目 那我就沒得說了 但是 竟然真的 星期三 一天 其實是幾個小時 我檢查一下 是 我一點多已經達了標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激大家 即是開了四個多小時的節目 開了那個盤口幾個小時 就已經達了標 而且在一個這麼大的盤口 而那個金額也不小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激大家 那 所以我那天為了答謝大家 也不是為了答謝大家 真的這麼巧 我想我破了紀錄 我沒有試過連續做八個小時的節目 除了娛樂無窮 我以前也試過 做完晚上 煮夠的節目 直到娛樂無窮 到早上 但除了娛樂無窮之外 我沒有試過日間的節目 即是娛樂無窮 我還有我自己的獨自娛樂無窮 我很客氣的 我沒有試過真的 真的真的做 兼做節目 做8個小時的節目 那天 我早上9點做節目 做到下午5點 即是做了 大香港早晨 那個早鳥版的好人經濟 其實我都剛剛這次 我之前做過一次 我都剛剛這次才發現 早鳥版的好人經濟是整個小時的 然後做真的好人經濟 因為我看到阿江只有自己一個做節目 他說5時才有空 我說好吧 我就陪你一會兒 我就做了國立大台的第一節 那天就 當然我知道有很多主持是試過 做得更加久 但是 因為我那晚還要拍廣告公司 終於那晚廣告公司 就是到了12點多才離開 我才可以離開到美羅 然後在我踏出 美羅那一秒鐘 我想起我那天又早上9點 我是沒有離開過那個建築 我沒有離開過 我沒有離開過耳血時報 我一整天 我連到外面吃飯都沒有 因為我那天早上拿數 吃那些很難吃的東西 然後一整天都沒有再 沒有再想吃任何東西 所以我那天是 我那天在耳血時報多少個小時 真的 我在耳血時報15個多小時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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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綁令這樣 那anyway 但我也真的非常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可以令到我可以去到台灣 拍這個旅遊節目的 那 嗯 我是很想 就是 我是 就是我之前 就說了我究竟對於 熱血時報 有幾 就是這麼久 其實就是 這麼多次 我今次都說過很多 關於熱血時報的感 對於熱血時報的感受 那這次所以就說一下 自己的堅持 我真的 我其實都挺驚訝自己在這裡這麼多年的 因為我連打工呢 我除了 我除了 我除了做空姐做了十年之外 做空姐做十年 我還要是不斷經常都想離開的 哈哈哈哈 我是一個很不定的人來的 做空姐做了十年 但是其實是純粹因為懶 所以我才沒有去找別的工作 還有我想不到 究竟應該找些什麼其他工作 所以才沒有找別的工作 本來有試過差點離開的 但是那一陣子 就工商 然後又沒有離開 我以前上班 我最長的那份工作 是做一年的 所以其實我在熱血時報 這麼多年 我自己都覺得是很神奇的 而且 當然這份不是一份工作 雖然我覺得 它的消耗 是比一份工作更加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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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想是因為我有一個很不 很不奮嘲 很不奮氣的性格 所以我才 我經常是 有點不想被人看死 就是之前有試過心灰意冷 那些時候 我是純粹不想被人看死 我想證明給別人看 我想證明自己 然後我就 又 一關 又一關 捱過了 直到今時今日 除了堅持之外 我今次這個盤口 就是想讓大家看到 我的行動力有多高 還有我的效率有多高 其實我每次的盤口 都 我想 都 我是盡快找的 我的數 我通常開盤口的數 是盡量可以在結算之前找得到的 那就是除了上次那個live 是自己計算錯誤 對自己的時間管理計算錯誤 所以就拖多了整個月才找得遠一點live 但是 我就是很想推翻這個 我之前 竟然不會拖數拖這麼久的 的這個 人像 上次 被老闆罵得這麼甘 那次 他認為我不應該這樣拖數 我就直接 這次 一個這麼巨大的盤口 我真的覺得很大 這個盤口 我說的是 我那天是盤口一達標 我馬上 咦不是 我不是1點多達標 我是12點半到達標 應該 就是12點半前達標 因為我是12點半完 早了好人經濟 還有1點開正式好人經濟之間 那段時間 買機票 訂機票和訂酒店 你看我哭得多高 我半個小時就訂了 但是當然 然後 真的很貴 因為實在沒有時間 再慢慢格價 格時間 比較這樣 比較那樣 但是 沒有辦法 為了要 我那天答應得 我立即做的事 我就真的立即做 希望大家看到我 是 說到做到 還有 有效率 有行動力 還有 雖然我現在的西門丁派傳單盤口 是不達標的 那 沒辦法 那 也好 因為真的很重 我現在在看 我帶她 因為要帶她拍攝的東西 原來都已經很重 我現在在篩選 有什麼不帶 我現在已經決定不帶電腦 但其實我也不知道 不帶電腦的話 其實 不是的 其實我也要帶電腦 因為我要做節目 因為 因為星期三朝早 要做節目 我沒有電腦的話 我是 我看不到新聞 很難做節目 因為我的電話 會拿來做攝錄 那 我 好了 沒事了 我還是要帶電腦 所以我現在要帶電腦 帶電話 帶GoPro 因為我買了一個 那 就有其他 然後 帶腳架 然後 很多東西帶 我看看 我今天就沒有時間了 我看看明天 明天 不是明天 明天 是下午起床 有沒有時間 撿了個行李箱 到時候開過Live 然後 趁這個探仔不聽節目的時間 我很想表揚他 因為其實 之前每一次課金戰 其實他都不太理我 他都有救我 就是 他沒有說特別 很想我贏 或者很不想我贏 沒什麼所謂 所以其實 之前課金戰 可能 透視 這樣 都是我自己想的 但是這次 他就 非常之好 這樣 給了一個提議 我 然後 還容許我放假 我想說 但是我容許我放假 然後我這兩天 就不斷 不斷 趕工 所以我也是 我已經連續兩晚 睡了五個小時 我今天還要拍劇 所以我真的要很快去睡個午覺 要不然我就 我今天拍劇 就不知怎樣 那 對 所以他很努力 他很努力地不斷獻計 又幫我煮那些很難吃的食物 所以我真的很不想辜負他 所以我一定會做得很好看 然後 他很忙 我也很忙 的時候 我們已經去到差不多一個星期見一次 那 現在 我再去一去台灣 連一次都見不到 那 我真的要表揚一下他 他容許我去 追隨自己的夢想 就是 然後 雖然他也是我老闆 但是 他都對我很包容 就是 有時候 我做時報的事 搞到沒有他好好地工作 就是我的正職就沒有好好工作 我有時候都偏重了 是 做時報的事 那裏 但是他仍然很包容我 他仍然很努力上班 然後 嗯 是啊 因為我現在其實 就是 他是我老闆 就是 我的錢都是他給我 但是 我 經常都沒有做 很多正經事的時候 他都只要給我 那 那 搞到好像養了我 那我真的非常感激他 是啊 我都 再宣傳一下 那就除了 這個台灣盤口達了標 雖然西門町盤口不達標 但是 我仍然都是開了一個 福岡的盤口 就是由 昨天到到 星期四 勾結外國勢力圓之前 如果可以收到 12000元的課金的話 我就會去 福岡拍 旅遊節目 那 昨晚 我已經說了 為什麼我會選福岡這個地方 那 那 還有 可能 結算後 一個星期 或者兩個星期 才去 因為 我沒有辦法 立即下個星期 星期再去 因為下個星期日 就結算了 那 那 如果收到 12000元的話 就會去買福岡的 那 也是 繼續有小遊戲 就是 500元的話 你可以指明我去吃一件東西 1000元的話 就可以幫你代購 其實 只要那件貨物 不是超過1000元的話 我是不會收回你的錢的 哈哈 如果你叫我代購一件東西 你叫我幫你代購 你要買 日本版的iPhone 那 我當然是要收回你的錢 是不是 我哪有這麼多錢 但是如果是 1000元以下的東西 你叫我代購的話 我是會幫你代購的 去福岡 然後 2000元的話 就是去一個 你指定的地點拍攝 例如一個景點 或者餐廳 或者 舖頭 但是當然 那裡是可以先拍的 就算不拍的 我也會拍外面給你看 就是 我盡量 總之 可以拍到的東西 我都會拍給你看 那就是 對 就有一個小遊戲 還有 因為這個盤口 其實是跟我的攀石盤口 是同時進行的 所以我的攀石盤口 現在是變成要送的 附加的 附加的盤口 現在那個 攀石盤口 現在暫時就上到8米 因為之前 我出了那個帖子的時候 下面 阿薯 在這裡 跟我說 講解 究竟那裡爬 究竟 是怎樣 這樣 然後 她說一說 說到一條 我打算爬那條 就這樣直上那條 她說得好像很容易 很低能 不如我爬難一點 但是我還沒爬過 終於 貓雲昌 就罵她 我現在的留言 刪除了 因為阿薯 我刪除了 她覺得她得罪了阿昌 貓雲昌就說 其實 新手來說 通常上到3米 就下來 然後她就說 上到7米 已經是很厲害 但我現在的盤口 其實已經是上到8米 然後 那裡總共18米 所以其實如果我的覆光盤口 可以達標的話 我就會上完 剩下那裡 還有如果 假如 贏到今次的課金戰的話 我就一定無論如何都登頂 我買了一部GoPro 那就不要浪費了 那就GoPro登頂 但是我不知道我需要上多少課 才可以 可以上到頂 我下星期五就會上第一課 因為我本來打算是星期四上的 但是後來 那邊說 她星期四找不到 導師給我 就要星期五 或者再跟著那個星期 但是因為我很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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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行動力的問題 我要在結算前 做到給你們看 我至少是 我是 kick start 了這件事 因為我已經啟動了 我這個盆口 是五米 我就啟動了 我這個盆口 就已經啟動了 所以 所以 我就希望 在結算之前 做到一點點給大家看 就算 我沒有辦法一次上到這麼高 也好 至少我 會開始了 希望儘量在一個月之內 可以登到頂 假若可以達到我的登頂 即是達到標 我這個盆口 真的這樣 那 那 即是 我真的不知道 我這次 我現在開到的盆口 這麼大 我真的覺得 前無古人 去到一個這麼瘋的盆口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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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盆口 然後 我真的不知道 下次 究竟我還可以有什麼 比這次更厲害 已經 力量通貨膨脹了 超級殺人 已經 不知道還有什麼 可以比這次更厲害 然後 我經常都 還有 我這麼多年 不是 這麼多次 這幾次 真的很努力去跑 在課金戰裡面 經常都說 哎呦我努力了這次 經常都說 我跑了這次 不跑 但是終於每次都是再 盡量 所以我每次都是 是抱著一個 可能這次是最後一次 跑 課金戰的心態 盡量都 我想到最厲害的事情 我就做 盡量有多厲害 但這次 我真的想像不到 有什麼可以比這次更厲害 所以呢 嗯 很希望大家可以 支持我 達成到 我的 福光的盆口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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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到這次 火金戰 但是 真的 說真的 這次 就算 就算 我真的 被迫著 盆口 越來越厲害 我覺得攀石 我攀石 其實 我本來沒有那個 十八米 有多高的概念 但是 那天 譚仔仔指 一個地方 給我聽說 那個就是大概十八米 一個 這麼厲害 哈哈哈哈 然後 我覺得攀石 那盆口已經很厲害 然後 我覺得 台灣更厲害 福光更厲害 我是想不到 只能夠 越來越厲害 但是 我已經想不到 還可以再有什麼 那 去到 我覺得 我已經出了 大絕 那樣 真的非常感謝 真的如果沒有 各位金主們 是沒有辦法達成到 這個壯舉 我真的覺得 是壯舉 那所以 無論到最後 怎樣都好 我問心無愧 我 覺得我是真的 我值得的 我真的非常努力 非常堅持 非常有行動力 非常正直 那所以 希望大家 都繼續支持我 就是這個台的 所有名 我全部都是 我摒持住 我人生的所有名 就是 例如 例如 誰說誰做 例如 做人最重要 正直 例如 在成功之前 我們絕對不要放棄夢想 所以 我會繼續努力 希望做好節目給大家看 希望 拍好劇 拍好廣告給大家看 希望 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 希望 不要打擊我 不要打擊我 我經常都很相信 只要 只要秉持著 一些 良好的 觀念 良好的原則 保持正直 勤力 不擺爛 等等等等 堅持 這些 我是 就是 就算 好似 天真 也好 但我仍然 都相信 是 會有回報的 這些 但是 有沒有回報 就好靠這些 真的 就是這樣 其實 我也有一點 神智不清 我也不知道 自己說得如何 可能 亂七八糟 真的很累 好了 我要去洗澡 和睡 硬睡 因為今晚 要拍劇 因為我們要趕 因為之前 放過假 又不是黑月 爆風球 我們本來 我只剩下兩集傳貨 我現在 我上星期追了半集 所以現在 是有 兩集半的傳貨 哈哈 所以今晚 又是很幸運的一晚 那 就是 這樣 那我都會 Well 如果我有空 跟你們說Hi 我已經跟你們說Hi 哈哈哈 就是這樣 那 希望繼續支持我 有課金戰 有錢出錢 有票出票 謝謝你們 我會繼續努力做好給你們看 你們有什麼 對我有什麼期望 想 有什麼提議 那些 可以課金說 還有 這個節目 指限這個節目的聽眾 你們可以在YouTube留言說 因為我會是 我會看的 其實是YouTube留言 如果有的話 哈哈 但是 當然最好課金 尤其是 還剩下一個星期 多一點點 那麼 嗯 你們都知道 除了課金戰期間 我就算平時做 我覺得我自己做很多 但是我平時做 我平時 其他節目 其他時段 我是不會 請求大家課金 嗯 我是真的想贏的 這次 我上次 不努力跑 我都 大家都知道 我純粹是因為 我是想要演出機會 那我沒有想太多了 我的腦子很單純地走 哈哈哈哈 那這次是一個演出機會 而 我真的想說 我是以血事部的人 那麼多年來都是 而 所以我的 我希望 可以 為這裏做到這麼多 而且 我都 是 我不會去其他 我不會走的 我真的 大家看到我多年來的 track record 我是不會走的 我會堅持下去 我會繼續努力 所以希望大家 都給我這個機會 就是這樣 那 多謝大家 那我下星期 就再講 另外的西遊記相關 的作品 多謝大家 這個 今天 今天 每週 都 如果有追蹤我Facebook 也可以 追蹤 我會開 直播 又會 拍照 但是當然,你說正式的旅遊節目就會是之後才播 但是,我這個週末都會,我在台灣期間 星期日到星期三都會開直播 就是這樣,下星期見,拜拜 這樣就是PickPartner的時間 很糟糕,就是因為個人很累 讀書和工作都在上軌道 不過,暫時不太得到平衡 好像很多事情都很忙亂 但是,all seems like上星軌的 但是又不知道是不是那種狀態 最少人討厭就是那種疲 這樣就... 我經常都覺得,當你迷失的時候 就要回到經典那裡 因為這個現代的社會 現代的社會就不當人是人 你只有回到經典那裡才會 當自己是人 所以就要回到經典那裡 不回到經典那裡就連人都做不到 那樣子 上次就是讀到... 數文第20 好像是... 讀了一點點 數文 對呀,數文20 讀到中間 我不知道去哪裡 可能中間開始吧 對呀 奇伯和皇帝在那裡聊天 對呀,在那裡聊天 對呀,在那裡聊天 嗯... 不是呀,讀到十九 對呀 對呀 好 我回到那一頁那裡 看看我的搜尋有沒有奇怪的東西 嗯... 嗯... 今天呢 在common room裡有個year-one的妹妹 一看到我就大喊雙結頒獎 好想看呀 令我覺得很開心 啊... 我虛榮感得到100%的的面熟 好够陈伦开心 觉得好欢喜 生了这个欢喜心 那就分享一下 放灯奇葩聊天 欲击珍藏论 读到哪里呢 欲击珍藏论到 读到这段 延期率法者 不必至于传 去哪里呢 其实我现在 好想迷糊 迷糊也不能不读书 不读书是会 不读书是会令人的道德败坏 不读书是不可以的 知道吗 湘杰 欲击珍藏论 读了事故风为百病之掌 读到这边 去哪里呢 不如 不如 不如以此读书吧 側國全其所勝 譬如說肺 金黑木 肺的病就傳到肝那裏 金黑木 木的病 肝木的病就傳到皮肚那裏 是真的 肝經常是黑咎的皮 蕭瑤省症 那些白經常說的 各寸其所勝 不治 發三月若六月 若三日若六日 全五臟兒當死 是順寸所勝之恥 這不好 什麼叫做發三月若六月 若三日若六日 我也不知道 怎麼變呢 全五臟兒當死 是順寸所勝之恥 三月者為一臟之氣之千而 六月者為智其所勝之惠 三日若三日若三陽之數之恥日也 六日者為三陰之數之矣 即是 要顧你的文氣 檢若 人之病從來,別於陰者之史之旗 即是甚麼呢?讀書註 主辨三陰三陽之後,則之中風邪 其之所不勝以,故下約 預印了一些東西,看能不能讀 別於陽者之病妓史 即是版本上的物體 別於陽者之病從來,別於陰者之史之旗 別於陽者之病從來,別於陰者之史之旗 別於陽者之病從來 別於陽者之病從來 別於陽者之史之旗 別於陽者之病從來 其實有個印象 長輩說起的時候,可能要再解 讀書要不求甚解才行 有時,有時 適當的時候 我判斷現在是適當的時候 我解不了,但我已經麻痺了 事故風者百病之掌也 即是,風呢 我記得我上次說過 因為後天八卦的數,何樂的數 是由東方起的,東方是木的 所以這是第一個解釋 風為百病之掌 二來,風呢 就跟其他邪氣 是可以一起 即是經常可以混在一起 可以引致其他邪氣 或者是跟其他邪氣一起 今風汗,客於人 使人毫無不值 喜呼閉而為熱 當事之士可汗不法之 這是講解表劑的老師 出汗是好的 輕微地發汗就是好的 那些藥,使人輕微地發汗 汗脫也是不好 輕微發汗,中醫來說是好的 或被不仁 總和不仁即是肌膚硬了 摸下去不覺得像人 不仁 人詞的人 當事之士可湯 可湯湯及火 火咎而去之 有些 要深一點,皮膚痛 就可以用針 或者用熱水去燙 沖熱水涼 那些 古代的自發 湯湯 所以日本喜歡浸溫泉醫病 穿著符回 這類的 忽自病入射於肺 明藥肺被發咳喪氣 忽自肺積存而行之肝 明藥肝被一命血 揭痛出食 出食即是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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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就是解洗澡了 可欲 忽字 疲惠到了神 病名若散家 笑福冤熱而痛 出白一名若古 可能生床 不知道出什麼 為什麼會傳到神 當此之時可按可藥 不可以洗澡 忽字 神傳之心 病根脈 相忍而急 名若蝕 當此之時可救可藥 都是用針 用藥 不 用針 用艾條去救 有很多種救法 但現在最常是艾舊 忽字滿十日發當時 什麼叫發當時呢 知心而氣極 則如是已 若復全行 當如下雪 神 恩全之心 心跡 復反全 而行之肺 發寒熱 發當三五歲死 發當三五歲死 廢之神 一垂 發當三五歲死 發當三五歲死 死即是 一個完結 神 神 神 是一個 一歲 乾 神 至乾 一歲 不是 一個 revolution 什麼意思呢? 三歲史 三歲者廢至神一歲 神至乾一歲 乾至深一歲 火又成廢 三歲 什麼意思呢? 廢至神一歲 廢 金木水 廢至神一歲 水 火 土 金木 神至乾一歲 木火 木 金木 金 不是啊 再數一次 不是很對路 三歲者廢 金 木 金水 水 金生水 金生水 一歲 鄧至乾 金水 木 水 木 木 火 金 木 金 一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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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明天再問老師 令不得已其次 故令人有大病矣 因而起大虛 則慎氣成矣 怒則乾氣成矣 怒則慎亦故乾氣成矣 悲則廢氣成矣 悲則廢氣疑於乾 悲則廢氣成矣 悲則廢氣疑於心 廢氣不守,故廢氣成矣 如果怕廢氣不夠 就蓋上了心火 蓋上了心火,神氣就沒有水 沒有水就被 土、黑水 被脾氣成了神精 悲則心氣成矣 悲則禁的氣 悲則乾氣疑於疲 悲則乾氣疑於疲 乾氣不守 心氣成矣 悲則乾氣疑於疲 悲則乾氣疑於疲 乾氣疑於疲 深火就黑疑了 此其道也 此其不恥之常道 此其不恥之常道 即是雙生雙黑 黑叫做成 是 全 即是全化 我的病去到你那裏 就叫做全 即是黑的意思 接著說其他東西 大骨枯枯 大肉陷下 大骨枯枯 大肉陷下 空中氣滿 喘息不變 其氣凍應 其六月死 真真藏墨見 乃與之其日 說什麼交 我可以說幾樣東西 這裡 說幾樣東西 雖然我也不知道說什麼 大骨枯枯 大肉陷下 空中氣滿 喘息不變 其氣凍應 其六月死 真藏墨見 乃與之其日 注釋看一點點 看不完 皮膚乾著 皮膚乾著 骨間肉陷 為之大骨枯枯 大肉陷下也 諸腦腹骨枯及空 亦同其類也 空中氣滿 喘息不變 是廢無主也 廢師自節 氣息由子 其氣凍應 並為無氣相折 故慫舉 兼貝 以願求其報氣也 尸腦腹骨枯 不懂 先讀 大骨枯枯 大肉陷下 空中氣滿 這和上面一樣 喘息不變 這都和上面一樣 十六字真言都和上面一樣 但是如何呢 欲痛忍堅寒 欲痛忍堅寒 其一月時 珍藏見 珍藏脈 乃雨之其日 雨之其日 三十日之內死 大骨枯枯 大骨枯枯 大肉陷下 空中氣滿 喘息不變 內痛忍堅寒 新熱脫肯 新熱脫育 破困 珍藏見 十月之內死 大骨枯枯 大骨枯枯 大肉陷下 堅水內燒 動作亦需 珍藏來見 其一碎史 其 見其珍藏 乃雨之其日 大骨枯枯 大肉陷下 空中氣滿 腹內痛 心中不變 堅寒身熱 破困脫育 木框陷 珍藏見 木不見人 納屎 其見人者 知其所不勝之時則屎 去到那個時間 刻拒的時間 死了 急虛身中 述字 五藏閉絕 默道不通 氣不往來 疲於墮力 不可為奇 其默絕不來 若人一息 五六志 其刑 欲不脫 珍藏 雖不見 游 史也 真相 真相 是甚麼 我忘記了 真相 真藏有什麼問題 混蛋,懶得忘記了 五藏珍氣敗露的墨長 人以水谷為本,故人絕水谷則死,則死 麥無畏氣亦是,所謂無畏氣者 但得珍藏麥不得畏氣也 畏氣將絕,而覺顯出特別的墨長 但均沒有衛神根的墨氣 尤其沒有松茸和喚之象 其中乾的珍藏麥 懸硬急勁,麥體緊張度很高 我看見到 珍藏麥在前面 哎呀,我忘記了 珍藏麥 讀完也不記得,哎呀,我糟了 珍藏麥 都是玉機珍藏麥說 珍藏麥 我這裏都是回應他前面上個星期讀的那裏 《玉機珍藏麥》 珍藏麥,哎呀,讀書要透徹一點 珍藏麥 啊,已經沒氣了 好 見珍藏麥是何也 皇帝這樣問 我先看 見珍藏麥 在哪裏 皇帝藏麥 皇帝藏麥 皇帝藥 見珍藏麥 皇帝藏麥 見珍藏麥 皇帝藏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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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急虚身中卒志 五藏绝弊 密度不通 气不往来 譬于堕力不可为其 其密绝不来 若人一息五六志 其形欲不脱 珍藏须不见 游史也 真干密志 中外急 如巡刀刃扎扎然 如岸禽失远 识清白不责 无折乃死 真心密志 焉而薄 如巡意意子雷雷言 识赤黑不责 无折乃死 真肥密志 无折乃死 真肥密志 大悦而虚 如以无语 众人枯 色白赤不责 无折乃死 真神密志 薄而绝 如指弹石匹匹燕 识黑不责 无折乃死 识黑黑黄不责 无折乃死 真肥密志 若而诈索诈疏 哇 识黄青不责 无折乃死 识真肥密志 皆死不自也 黄帝若 真肥若死 见真肥若死 何也 其白约 五藏者皆品气于违 违者五藏之本也 藏气者不能自至于守太阴 必恩于违气 乃至于守太阴 顾五藏各已其时 自为而至于守太阴 顾五藏各已其时 自为而至守太阴 顾邪气性者 精气衰也 顾病甚者 畏气不能如之 驱置于守太阴 顾珍藏麦之气 独见 独见者 病性藏也 病性藏也 顾若死 低若善 很有趣 他的思想就是 什么叫慧气 之前说的 墨也有说过 即是那种缓和 有罪 缓和 松容的迹象 叫慧气 平和 平患 冷静的状态 代表那种 壮气的墨 代表五藏的墨 会和 胃一齐 会去到胃 才去守太阴 守太阴 即是 费劲 即是 平时把墨的位 属于守太阴 这样的意思 帝若善 皇帝若 凡志柄 擦其刑气色责 麦之成衰 病之身故乃自之 无后其事 形气相得 为之可置 色责以浮 为之逆矣 麦从四事 为之可置 麦若以滑 事有遗弃 名若以置 取之以示 形气相失 为之难置 色腰不责 为之难矣 麦实以堅 为之益审 麦逆四事 为不可置 必拆四难 而明告之 所谓逆四事 者 春得肺勘 夏得蠢麦 也许着 秋得深脈,冬得悲脈,其至皆願絕沉溺者,命若亦四時 未見狀形,於春夏而脈沉溺,秋冬而脈浮大,命若亦四時 病熱脈症,涉而脈大,脫血而脈實,病在中脈堅實,病在外脈不堅者皆難止 即是說他那個病和他的脈象,或者是他那個季節和他的脈象不配合 那些不配合的東西 即是奇妮怪 奇妮怪,以下犯上,以上犯下,那些 為之邪 即是五案秩序,五案排你出牌的東西 全部都是大瘋的,這個意思 皇帝約 最後一段,已經沒氣了 皇帝約,如文虛實,以決死生 願文其情 奇伯約,五實死,五虛死 虛和實死 大約,願文五虛五實 五虛五實是什麼 奇伯就告訴他 脈性,疲熱,腹脹,前頭不通 悶閉,此為五實 脈勢,疲寒,氣少 涉離前後,飲食不入,此為五虛 第二,其是有生者何也 將足入圍,涉住子,則虛者活 新汉後得利,則實者活 此其後也 即是說保法和射法 虛則保之,實則卸之 大概是這樣 不過套版印象先,因為難解 可能日後有機會請教老師 好,暫時讀了這麼多 真的沒氣 下一節繼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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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時間了 說回剛才練那首 Come Away Death 又是說詩 之前是說李襄忍 那些很隱悔 很... 遲早很華麗 說話都很露骨 但其實又很隱悔 就... Ну呢... 各位... 不應該開採用的東西 幸好沒有分享圖器 呀! 他就萊摔了 一開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首詩 音樂寫得很美麗 大家要聽可以去Youtube聽 我聽Nassos的版 我很喜歡去Lead Oxford Oxford.org 它有一個Song International Song Festival 有很多歌詞 不是啊 這個是 英文 不知道 試一下解 買的 都是一些很情情俠俠的東西 就是一些情緒勒索的東西 都是一些賣小強的東西 都是一些矯情的東西 但是人家文彩也好 文彩好就大了 我又沒有分享 按多次 對 沒有分享 沒有弄錯 文彩好 做什麼都可以 你喜歡放負 又可以 你喜歡 罵老闆 又可以 你喜歡 情緒勒索 也可以 真的很厲害 所以文彩好 是很重要的 這首歌 《Come Away Death》 這首歌 就死了 它應該是 《沙士比亞》的《十二夜》 《十二夜》裡面的故事 《十二夜》我沒看過 其實沒看過 沒看過 不能讓人說 但是解一下 解一下 其實應該要知道 她是哪個角色的對白呢 要探究 那就解一下 Come Away Come Away Come Away Dead Come Away 什麼 一起走 一起逃跑 看看遠走高飛 Come Away Come Away Come Away沒有 看中文也沒有 什麼是Come Away 什麼是Come Away 其實真的要 真的要數一下 脫落 拋離 或者掉下 有種對死亡的無可奈何 因為要死是控制不到的 任雖然 任他 任他 像洪水一樣 慢過 任他 像時間一樣 流生 任他 像光音一樣 過去 去過去 這樣就 Come Away Come Away Dead And in Said Cypris Let me be laid Cyprus Cyprus是一棟飯 我忘了什麼飯 我查一下 Sad Cyprus Cyprus是什麼 什麼飯 我拍樹 拍樹 那些香拍樹 給大家看一下 有出精油 拍樹 Sad Cyprus 你捉他會有香氣 為什麼是Sad Cyprus 可能鬼佬有鬼佬的典故 不太清楚 Let me be laid 死亡 死亡 會躺下 And in Sad Cyprus Let me be laid Fly away Fly away Fly away Breath 呼吸都慢慢燒光了 這個韻律 這首詩經常都出現 Fly away Fly away Breath 呼吸的氣息都流光了 I am slain by a fair cruel maid 我真的被一條又傻又空殘的女生 被淹落了 漂亮的女生 又兇的 對呀 這麼多女生最棒的都是兇的 看看你敢不敢混 你敢混 最兇的就是最棒的 其實就是 你兇到怎樣呢 兇到懶惰我 那就糟糕了 無論是情感上面或者意志上面甚至乎肉體上面 他都被淹落我 Slay 這個是被動式來的 Slay的被動式來的 Skilled Slade Slade My Throat of White Stuck all with you 這個又是好悲觀的東西 又是說死死 情緒勒索 Throat of White 什麼呢 我忘記了 哦 果施暴啊 對呀 A length of cloth or an enveloping garment in which a dead person is rubbed for burial 即是果施暴啊 My Throat of White Stuck all with you 這句我不太懂得解 Stuck 即是塞進去 我的果施暴就塞 包著我 我死了 有條鹹魚 塞進去 這隻叫什麼樹呀 You You是什麼樹呀 啊 忘記了什麼樹呀 啊 橙樹 紫橙 You是一種歐洲的橙樹 好像聖誕花一樣 這樣 有些很美的果實 有白色 有紅色 原來有顏色的這件事 O prepare it 都預料了啦 屌你老媽 預料了死呀 有誰不肯死呀 人終須有一死 那就是 My part of death no one so true You did share it 但是我的那部份 但是我的死 沒有人真正可以分享到的 無論是我的心死 沒有人可以新同感受 你的傷心欲絕 這個世界只有你一個人知道的 你自己掛著女兒的感受 你掛著那個女兒的感受 跟別人掛著那個女兒的感受 不相同 你掛著那個女兒 你掛著那個女兒 是你掛著那個女兒 那我欺負的 不是別人的責任 因為你掛著那個女兒 沒有人叫你喜歡那個女兒 對不對 你掛著那個女兒 My part of death 無論是我的心死 我肉體的死亡 真正的死亡 我們看到有人 可能是長輩 可能是朋友 可能是親戚 他們死亡 他們過世 或者是告別這個世界 我們就算跟他很熟 也好 我們送到他最後一程 在香港送到他火化 有錢點送他入土維安也好 你都無能為力的那一刻 你哭到怎樣也好 你都會有一刻覺得 唉 無可奈何 他有什麼懷疑 他真正的想法是怎樣 死了那個人 死了那個親戚 或者朋友 或者是長輩 什麼都好 他真正的想法是怎樣 你都不能夠新同感受 他真正的遺願是什麼 可能他會說 甚至說得很清楚 但他真正的感受是怎樣 真的不知道 受到他所有時間都分享不到 是的 他的情趣 這裏也是按上面的植子 就是 因為花朵很甜美 但現在借情講景 現在我這樣被女兒弄得雞毛鴨血 花朵不漂亮 花朵不夠七香 Not a flower sweet Oh my black coffin let there be strong 我黑色的棺角 任他 啊 忘記了 With strong Strong 真是忘記了 我上星期查過一次 因為我喜歡這首歌 有沒有中文啊 Stroll Oh 稻草 OK 稻草原來是這個 My black coffin let there be strong 沒有人撞他 他沒有說過沒有人撞他的 但是 但是我的 我的棺材是裝著我的棺木 有稻草 沒有撞到才有稻草 沒有懶惹 沒有懶惹 我死的關係懶惹 你也不會懶惹 這個意思 Not a friend Not a friend Grit 沒有人來打招呼 好像是天天上學 一上課見懶惹都不會打招呼 死的意思 死的意思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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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a friend Not a friend Grit My poor corpse 我的屍首 Where my bones shall be thrown 說得很白 鬼佬的詩 可以說得很白 一開始也說得很隱悔 到最後這個climax的地方 屌你老母 都不用掩飾 都不用掩飾自己情緒勒索 屌你老母 我可憐的屍首 我的骨頭 會被櫻至何處呢 O my poor corpse Where my bones shall be thrown A thousand thousand sighs to save 你嘆氣 省點啦 屌你老美 你省回你一千下 嘆息啦 裝糟了 有救得我死 Let me Oh Where Lat Lay me Sorry Lay me 有救得我死 有救得我死 我死在哪裏都不能拆關你事 嘞 嘞嘞嘞嘞嘞嘞嘞 嘞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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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rue Lover Never Find My Grave Sad True Lover 真正相愛的人 與我真正相愛的人 太可惜了 你永遠都找不到 我真正在哪 算了 你節省一點 你不知 都是千古愛情詩的遺憾和無奈 巴洛人望兩不知 你找不到我真正在哪 你找不到我的地方 連連清明重陽拜山的了 你找不到那裡來哭的了 屌你老母 To Weep There 走私園在這裏 但首歌就回到A段 Come Away, Come Away Death 然後 咬完是哪一句呢 等下再說吧 唱多一次 唱多一陣 Sad True Lover Come Away Come Away Come Away 再練一招這首歌吧 啊 哇,這小子 嗯 感谢观看 Roger Bielta 练一下他首歌吧 他首歌里最有名的都是这几首 Now Sleep Cleansing Paddle Calm Awake Dead 这首歌是2年2个那首 Alway Calm Awake Dead 这首歌是一首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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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